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3月25日 西班牙志在击败挪威 周日凌晨 欧国杯外维赛分组赛继续上演 其中深处A组的西班牙将与挪威进行较量 在路易斯富安迪出任西班牙新帅之后 他下定决心改革球队 此方面对缺少爱宁夏兰特而战斗力大减的挪威 西班牙值得看好 在去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西班牙止步于16强 这也是他们连续三届世界杯交出令人失望的成绩单 故此主帅安利基惨遭下课 接任者则是路易斯富安迪 而这两位主帅的舰队里面有明显差异 未被占欧国杯外维赛 路易斯富安迪公布自己担任西班牙主帅之后第一期大名单 其中只有11人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 而丹尼、士巴路斯和法比安雷斯等心腹悉数入选 要知道路易斯富安迪曾经长期担任西班牙各T级青年队的主帅 其中在2019年曾经带领西班牙U21夺得过冠军 而现在这支西班牙丹尼·士巴路斯和法比安雷斯等人正是来自于当年那支西班牙U21 可见路易斯富安迪对球队阵容进行大力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艾华路摩拉达被任命为西班牙的新任队长 虽然这位马体会前锋的能力备受质疑 但在这支愈发平民化的斗牛式军团里 他已经是最为值得依靠的射手 相信金帐队阵挪威 作为西班牙新任队长的首秀 艾华路摩拉达必定会全力以赴 带领球队取胜 众所周知 挪威是欧洲未来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他们中前场作用超级封霸艾宁夏兰特和天才中场马田奥迪加特 这两位足坛最闪耀的球星 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球队的进攻火力 然而不利的是 在曼城大沙四方的艾宁夏兰特来到国家队之后 因为复古沟商市退出本期大名单 无援金帐阵阵西班牙 这对于挪威来说打击颇大 毕竟双子星未能合体 球队的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 要知道 挪威上一次参加国际大赛 要追溯到23年前的欧国悲决赛周 更加不利的是 挪威近期战绩未如理想 他们近四仗各向赛事 仅得一胜意和二负的欠佳战绩 其中 二场比赛性质最重的欧国联军以失利告终 球队的表现难以令人放心 此番面对决新改革的西班牙 挪威确实不宜高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第一个